新闻来源观察者网 据乌克兰RBC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10月26日 德国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 帕珀格Armin Piperger告诉乌克兰媒体 莱茵金属计划在乌克兰开设的四家工厂中的第一家已经投入运营 第二家工厂也已开始筹建 帕珀格补充称 他坚持要加快落实这些计划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们承担不起失去时机 对此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 在社交平台发文讽刺称 正如之前承诺的那样 我们期待看到俄罗斯礼炮在工厂名放 他配上了一段爆炸后火光冲天的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 莱茵金属去年宣布要在乌克兰建设军工厂时 梅德维杰夫曾发文喊话坐标发一下 帕珀格在接受乌克兰TCH电视台采访时称 莱茵金属和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成立的合资企业富有成效 事情正在取得进展 据其介绍 莱茵金属拥有这家合资企业51%的股份 目前 该公司在乌克兰拥有一个生产设施和维修设施 首批10辆在乌克兰生产的山猫步兵战车有望在今年年底交付 帕珀格还透露 莱茵金属公司目前正在按计划在乌克兰建设一个火药厂和一个弹药厂 并计划在当地生产防空系统 他告诉乌克兰媒体 这样你们就可以保护自己 这位德国军工巨头的掌门人告诉乌克兰媒体 生产能力会非常好 首条生产线将集中生产坦克 火药和弹药的生产能力将达到北约标准产量的两倍甚至三倍 这是乌克兰目前不具备的 毕竟你们的生产线还停留在前苏联标准 帕珀格此前对德国世界报表示 就算俄乌冲突和平解决 乌克兰也会继续增加弹药储备和装备 他称即使在签署和平协议的情况下 预计该公司但要生产业务也不会下滑 乌克兰在和平到来的情况下 也将会对下一次可能的冲突做准备 帕珀格宣称 莱茵金属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国防公司 他曾透露 俄乌冲突爆发后 来自欧洲各国政府的武器订单持续增长 去年6月 帕珀格表示 莱茵金属计划在乌克兰境内建坦克工厂 在15至20个月内 为生产KF-51黑豹主战坦克做好准备 当时梅德维杰夫就用德语在社交媒体上回击称 德国莱茵基础公司的管理层证实 会在乌克兰建造坦克工厂 请把未来工厂的确切坐标发过来 谢谢 俄新社提到 穆斯科已经多次对西方国家发出警告 向乌克兰输送的任何武器系统 都会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合法打击目标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 美国和北约正在直接卷入乌克兰冲突 不仅供应武器 还在英国 德国 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境内培训人员 俄罗斯方面认为 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 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 是在玩火 5分钟 有机会 逐渐 乌克兰的